再处理无敌前坑 反对境外再处理 钢举标语抗议台电隐瞒事实 3号多个环保团体 齐聚立法院群行楼 因为台电预计要耗费超过112亿元 进行核废料国外再处理计划 遭质疑花了大钱 却只是在拖延时间 境外再处理的计划真的进行的话 它将会对台湾在核废最终处置的研究 选址 还有台湾核电厂处理这些经费规划上面 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波及 这个波及也会反映在我们国家的财政还有电价上 我们现在预定送到的法国 根据他们的国内法 将来再处理的布跟钢 是有可能要送回台湾的 我们送出去的是完整的用过荷兰料棒 将来送回来的是三种新的核废气物 要处理的物件不但变多 而且又变得更复杂 环保团体认为所谓的境外再处理 只是耗费20年 将废气物转换成高阶核废料 最终还是要运回台湾 到时如何储存依然会成为问题 运回来台湾的这些核废料 还需要经过一万年的时间 才能把这些辐射回到自然的背景值 你现在只是送它出去20年去小旅行 回来之后放哪里还是没人要 而接下来立法院就要针对核废料处理问题 召开专案小组会议 环保团体呼吁应该冻结台电预算 将钱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滥用纳税人的钱 送核废料出国旅行 记者送核报道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